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标普纳指停靠第一站 上车还是下车 欧洲疫情封锁又来了 预算办公室 美国财政道路不可持续 首先看一下时间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9月21号下午的7点30分 今天是周一 那么今天整体的盘面走的是非常的花哨 那么盘面详细的指数的运行 我放到后边来讲 首先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一些目前基本面上的变化 以及整体上今天 为什么会走成这个样子 受到了哪些消息的影响 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在美股开盘之前 欧洲的股市收盘 本身就是收得非常的糟糕 那么受到欧洲的疫情封锁的消息影响 整个的欧洲的股市 咱们看到都是大幅下挫 所以在美股开盘之后 也是一个大幅低开的状况 那么这整个的欧洲的疫情封锁 是再次出现了 那么目前已经比较确认的消息是 从丹麦到希腊的多个欧洲主要国家 已经开始宣布实施新的出行限制的措施 由于这个疫情的再次的反弹 包括像英国也已经明确的确认 现在英国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第二波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么尽管英国是不希望去实施第二轮的全国封锁 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 英格兰各地的酒吧和餐馆 从周四开始必须在晚上的十点钟关门了 相信在陆续后边也会更多的欧洲国家 会出台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导致的市场上最大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欧元开始被受到打压 欧元打压了之后 咱们能看到包括像美元指数 在今天实际上是反弹的 是在往上走的 那么造成的后果就是咱们能看到 黄金在今天的表现上 是有一个急速的下挫 那么今天黄金最低的价格 是已经去到了188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尽管有稍微的反弹 但反弹力度并不强 与此同时油价也是受到了美元反弹的影响 那么油价也是开始向下走 所以整体上由欧洲疫情导致的欧元的下跌 导致美元的上行 同时对于黄金像原油这样的产品 都是出现了打压 出现了压制 所以从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至少在疫情方面 目前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传导到板块上 咱们也看到今天跌幅比较大的板块 还是那些像航空 游轮 旅游 餐饮 酒店度假村 跌幅都是不小的 这个都是受到二次的封锁的影响 消息面的一个刺激 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 今天在市场上表现的 还有一个板块下跌 也是受到了部分消息的影响 就是银行业 那么银行业最近和大家讲的比较的多 银行业在今天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银行这几个大的银行里边 今天除了摩根大通 从有资金在比较强大的支持之外 像高盛 像富国 像其他几个银行 其实今天整体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很一般 但是你要说有多大的下跌幅度 其实也就那样 也就只是跌了大概三四个点左右 总体也不是特别的糟糕 但是今天的摩根大通反倒是表现的不太一样 有一些资金在抄底的迹象了 那么银行业今天的下跌其实也非常的明确 几个原因导致的 一个是日内的一个消息 就是关于一份泄露文件 说的是关于银行 有很多的银行都参与了 高达两万亿美金的一个洗钱交易 那么这份文件 其中提到了有五家比较大的银行 在1997年到2017年 这个期间处理的非法的资金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些新闻 包括像摩根大通渣打银行 德意志银行等等 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消息面的刺激 但是这个是不是足以去影响到 整个银行股的下行呢 还有一个消息 其实我在之前的几期节目 已经和大家讲过了 就是关于美联储对于银行业的 第二轮的压力测试 其实本身压力测试没有什么 非常的正常 每年都会做 但是压力测试后边出来的结果 就是会不会继续去限制银行股息的发放 以及银行股票的回购 这个才是对于银行的股价 会出现一些影响的比较重大的消息 因为一旦出现了限制银行股息发放 和回购的这种政策 那么银行这边很显然 是一个利空 尽管美联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银行体系的稳定 让他们有更多的抗风险能力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 你当然是希望一家公司给你发放更多的股息 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同时你也希望股票能够被公司更多的回购 减少市场上的流通 那么相当于是变相的锁定 那么相当于流通的筹码变少了 也会去提振股价 所以这个消息在未来的两个星期之内 会有一个结果 那么美联储这边到底会不会出台更多的措施呢 所以像这两条消息 对于银行来讲 都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 但是银行还是在震荡区间之内 还是在上次其实之前 就形成的一个震荡区间之内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那么有一些股票仍旧在建仓的区间之内 但是我个人还是那句话 由于美联储的新的措施可能会出台 所以我本来打算叫建仓的 但我现在会稍微等一等 等到这个措施出来之后 消息出清之后 我才会去选择看是否去建仓 因为这个时候去赌这个消息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特别是在大盘 整体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在控制仓位的前提下 必须要去把风险的敞口给缩窄一些 好 说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今天还是要看一下 今天在整体的板块上 指数的层面的运行上 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为什么我说其中的标普和纳指 都是停靠到了第一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标普的 我给大家还是打开 对应的像标普500的ETF SPY 之前我没给大家写 还是给大家把全部都写出来了 之前只是写了QQQ的 那么现在我把SPY的也写出来 SPY的下一个的支撑的大概的区域 应该是在320 300和280 我这里给的都是一个概数 并没有给那么精确的一个值 因为也不可能那么精确 大概就是一个范围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SPY最低运行的位置 是在321.7这个位置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整体上今天整体标普的运行 咱们看到它是一个低开 低开之后低走 那么在尾盘 然后被拉起来 已经是超越了开盘时候的开盘价 所以今天除了盘前跌了一些 那么在盘中实际开盘之后 低走之后尾盘拉起来 实际上是正儿八经的 在盘中交易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涨幅的 尽管最终的指数 这个指数是收跌的 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在纳指层面 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们看一下QQQ QQ之前和大家也是明确的写到了 在260 240和210的这些支撑的区域 那么今天QQQ的最低位置 咱们看一下 是来到了260.11 也是出现了反弹 那么在个股上 QQQ的一些权重股 就是纳指100的权重股 你包括像苹果 你如果去看它的分时图 也能够看得比较的清楚 低开对吧 低开之后高走 一路上行 最终还收涨 亚马逊也是 基本上是低开 然后低走之后 尾盘拉起来 然后收涨 包括你看像Netflix 也是这样 低开然后高走 所以基本上都是打到了一个 在QQQ的支撑位置上的反弹 所以目前纳指和标普 都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但你反观今天最弱的 实际上是什么 今天最弱的是以中小盘为代表的 IWM 就是Russell 2000 咱们看一下 今天Russell 2000 光看它的ETF IWM 今天下跌了就跌了3.5% 整个盘面的走势 低开低走盘尾也没有拉起来 表现的非常的弱 那么它的弱势 实际上跟它前期 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前期它的整体的IWM的跌幅 还不算很大 和QQQ比起来 不是那么大 和科技股比起来不那么大 而且它下方的比较 强的支撑是在140 实际上它现在的位置 离这个支撑的位置还比较远 今天最低是打到了146.3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如果这个弱势行情 在其他的科技股 以及道指没有强势反弹的情况下 那么IWM这边会补跌 会补跌下来 那么有可能会看到中小盘这边 在后边可能会出现失血的状况 所以这一点上 第一个是告诉大家 首先目前纳指 已经是测试了第一个支撑位 而且今天很明显几个科技股 都是出现了一些抄底盘 这个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那么第二个是还有一个是出现 不一样的是道指 道指今天我们看一下 它最低是267 但是它的支撑是在260 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可以说道指和Russell 它们是比较类似的 由于这次的反弹幅度就比较的少 所以这次跌的也比较的慢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要去测试的 后方还要去测试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道指 实际上在盘尾的时候 被买盘买的还是比较多的 和纳指差不多 被买的还是比较多的 能看到 所以可以期待反弹 小反弹 就是纳指和道指都可以期待小反弹 但是IWM这边可能就会稍微的要乏力一些 这是要告诉大家的 那么这个位置 它就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了 那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是应该上车还是应该下车 其实咱们说在投资的过程中 你对于上车还是下车 其实它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它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有一些通用的准则 是你应该清楚的 比如说现在整体的市场 QQQ这边已经是下跌了20%多了 从顶点下来下跌了20%多了 你在这个位置在高位你没有去减仓的 比方说你在高位你没有去卖出的获利的 其实你现在的利润已经回吐了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在科技股上是已经被套住的 那么问题来了就在哪呢 达到了第一个支撑位之后 根据你的仓位来决定 你比方说我 我个人的仓位目前全部之前在上个星期做过处理之后 已经全部降到了30%以下 那么30%以下我是一个轻仓的状态 仓位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30%的仓位 即便现在整体我所持有的股票 再往下跌30%算是一个很大的跌幅了吧 我整体的总仓位的浮亏大概是10个点 对不对不到10个点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满仓状态下往下跌10个点 你就总仓位损失10个点了 往下跌30%你总仓位就损失了30%了 而通常我们说在整个的市场中 当你的总的浮亏超过了25%之后 你想要回本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关于在止损层面的一个数学 这个我在会员节目里面展示过 给大家看过那个数据 所以通常来讲 25%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 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亏损呢 无非要么就是控制仓位 要么就是控制你的买点 对吧 260它是不是一个可以的买点呢 从纳指的层面来讲 它可以尝试 但是这个针对的是轻仓的空仓的 而绝对不是已经你有70%80仓位的人 因为这个地方你即便买入进去 它有反弹 你可能还不到你解套的位置 你仍旧有可能反弹上去之后 你不愿意卖 因为还差那么一点点你解不了套 你就继续拿 一拿第二天拐头往下一走 你是满仓继续备套 如果下到240的位置 你的亏损幅度 基本上从这下来大概就是有30% 30个点了 所以你要满仓被套30个点 在这个行情下 在目前大选要临近的情况下 你想要去解套 你想想你需要多长的时间 或者说你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 或者说在某一些股票上 你有机会解套吗 在一年之内可能都不一定有 所以在260这个位置 上车和下车轻仓的 中度仓位轻仓的 或者还有人空仓的 你可以去尝试建仓 比方我就知道有人空仓 现在完全空仓 空仓里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你没有吃这一段利润 或者你不清楚 你没有把握 你没有做就没有做 空仓没有挣到钱 绝对不是一种失败 没有什么失败 也不要相信 所谓的很多人跟你讲 没有跑硬大盘指数 你就怎么样 你去看看数据 你看看全球基金的持仓数据 全球基金持仓数据里边 全球大多数的基金经理 每年都跑不过标普500的 跑不过的 但是他会告诉你 让你干嘛 让你不断的说不要走 你的仓位放在里边 要么你一部分持股票 一部分去持有债券 但是你的仓位不能挪 不要换成现金 不要空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损失 因为它会上涨的 你现在拿出来了 到时候它又涨上去了 你又挣不到这个钱 基金经理经常会这么跟你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跟你说 因为基金经理 他们是拿管理费的 只要你的钱在里边 他收你的管理费就好了 他可不管你那么多 对不对 行情涨跌 他的管理费是照说不误的 所以他让你仓位要把它顶上去 不要轻易的怎么样 所以你去看一下 基金经理其实跑赢标普500的 也不多 所以从你个人的投资和炒股上来讲 你在投资上的思路上来讲 风险来临的时候该撤的要撤 吃到了超额利润的时候该落贷 你可以选择落贷 对吧 我们说长线投资不是说 在你的历史长河中 你买了一只股票拿上一辈子 巴菲特虽然长线投资 他也不是这样 他也会调仓 也会换股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是有超额利润了 市场白送给你的 你已经可以把它落贷为安了 未来它会回归到合理水平 第二种情况是某一只股票的基本面 这个公司已经不行了 你不能再拿了 你应该早做了断了 对吧 少亏当输了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仓位管理是核心 在这个位置 QQQ26可不可以买科技股 如果你买了 在今天的盘中 你没有买错 我首先告诉你 你没有买错 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是all in进去的 是满仓和重仓超过60%以上仓位进去的 那你就有风险 赌对了是你运气好 掉头降下 那你只能够认 我告诉大家 所以控制一下你的仓位 所以在这个位置 上车还是下车 完全取决于你的仓位 那对于我来讲30%以下的仓位 我现在这个位置 我不需要上车了 我只需要持有 我只需要持有 但是对于个股的操作上 它如果还要继续下错的机会 比如说我之前买入的美国航空 对不对 那今天也跌的比较多 但是其实离成本区域也不太远 因为仓位就只有那么多 它如果有继续往下去走的机会 继续又往下 回到我的预计的仓位 区间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还是可以补仓的 对我来讲仓位很低 补补仓 它的成本下来的非常快的 你看我的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成本是 我在13块300对不对 13块300的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往下 今天是现在是12块2 下方支撑11时 这个地方补补仓 均价一下就下来了 均价一下就下到了12块 甚至11块都有可能 所以我并不担心 这就是因为我靠仓位去控制 所以它今天涨的跌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看它这个东西是要做一个波段 或要做一个趋势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边有一波趋势 但是今天像这种 已经被封锁 二次疫情爆发的情况 提前你是预计不到的 所以今天航空 邮轮 旅游什么餐饮 90度假村 它通通都在下跌 这个是大事 大事带给咱们的 咱们控制不了 咱们能控制的 就是自己的仓位管理 和合理的知道 它可能会去到的区间 未来可能会去到的一个区间 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做就行了 投资也不用一跌就慌 一涨就狂 对不对 一定心里边要有个数 就可以了好吗 所以我给大家的一句忠告是 科技股你今天如果买了 可以 但希望你不要是重仓 昨天我在节目里讲过 科技股的反弹 它是行情下跌不是一处而就的 它要反弹上去以后 再卖一次 因为筹码不可能一次卖光 所以还有一个反弹的契机 到上面以后 如果有机会你要做抉择了 重仓的应该减仓 轻仓的没有加就算了不要追高 如果在今天空仓的买入了 你买入持有 可以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 它能够走的多高 能不能实现一个 基本上到底了260差不多就够了 就可以反弹和反转了 所以思路仓位 每个人个人都不太一样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稍微的 能够较稳定一下 因为今天比较明显的看到的是 科技股在反弹了 然后标普这边也是回测了一下 尽管标普总体反弹力度不强 但是今天倒指的反弹力度不错 尾盘的时候进入了不少的资金 那么就看一看在后面 接下来的几天会怎么样 那么同时赶紧还有一个消息 说的说的说忘记了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什么 关于鲍威尔要在今天 明天上午的10点30分 美东时间 鲍威尔会去出席 这个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听众会 那么他会不会比较给力 给出足够的理由 让国会加大财政支持呢 我们希望鲍威尔去给力 对不对 投资的人你希望他放水 放水财政支持 能够就是股市能够继续涨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 咱们看到这一条消息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他说 说美国的财政道路不可持续 给了一组数字 预计2050年财政市值 将占GDP的17.5% 2020年预计为16% 2021年为8.6% 我们看一下赤字的幅度 非常的猛 主要是因为利率成本上升 你比方说要需要购买国债 对吧 要支付利息 其实都是在借钱 还有什么呢 医疗保健支出 社会保健支出 是未来30年联邦支出的 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什么呢 你看美国公共债务 目前2050年将达到GDP的195% 哇太可怕了 现在今年2020年年底 就会达到98% 2019年79% 这几年借着债借的钱 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所以咱们能看到 目前为什么说两党 在救助法案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对吧 在野这边就一边想着说 你必须要加大越多越好 但是执政党这边就心说 我只能给有限的支持力度 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原因了吧 因为财政负担太重了 钱不是说随便印出来 就一发就了事了 他要考虑到政府的预算 有没有钱 未来的收入 从税收里拿到的收入 能不能够去支出 就跟你个人和家庭一样 你不可能无限去套信用卡吧 信用卡你全部套空了之后 最后你还不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挠头了 所以钱不是平白无故多出来的 它一定要是可持续的 有正的它才有花的 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可持续道路 所以目前美国财政 根据他预算办公室的预算 现在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那么但是他提到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 可能会即将爆发的财政危机的临界点 这个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是他告诉你 目前如果按照这种幅度往下增长和加下去 未来会很难很难 这个也是咱们要提前要预测到的 可能美国的政府 这边可能会再次的停摆 由于预算的问题 可能会再次的关门 一停摆很多东西就做不了 很多这种应该去推行的政策就推不出来 那么对于市场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利空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提前去了解和考虑的 好 这个就是有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节目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节目打开小铃铛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转发 谢谢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再见